在鹿州的雍電市香蕙神王 有信仲會疼猶忍 還有信仲會送金牌 這廟坑今年就用這些金牌的收買錢 來搭造一尊黃金的觀音像 來到鹿州區雍電市最老頂 可以看到這裡戒備森嚴 信仲只可以在外面拜拜 我們來臨共訪傳台灣 最大尊的黃金觀音信像 因為我們的黃金金牌 信仲如果禮拜不做 信仲如願他們會懷念 懷念說除了疼猶忍以外 他們都會打金牌 以前金牌因為一次一次都會異動 在保管方面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的委員會 我們就規定說每年的年底 都要把它變賣 賣掉之後我們用這個賢款 去做一些公益事業的事情 到現在來 永年市信仲也很多 當然也是有小有規模 我們主任委員就想說 既然在信仲 他的美意是冠金牌 我們應該來發揚他們的善意 也趕到黃金的貴旗 佛光普照 所以想說要來做金普照 這瓶一萬兩的黃金 打造的官員不做信仲 有375公斤 看起來不能真陽 認真 也讓人感到光彩奪目 大家都去觀光客 會支持信仲來參觀 這金牌 金普照 金中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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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賣的靈感 對啊 真的金中鹽 你都多幾個星期 我們都75 不做事例 2月19日 3月 6月19日 9月19日 所以很健身 嘿嘿嘿嘿 過去雍年時的信仲就很多 現在有這尊 黃金打造的官員信仲 也因為廟內一大特殊 現在還有國外遊客 就要來到這裡 想要看黃金官員的風彩 記者本金卡林金盧 漏酒彩虹報道